园艺经曾经利用海潮来获得胜利? 园艺经跟园赖潮这一对兄弟为什么会闹翻呢? 为什么会有《成吉思汗就是园艺经》这种邪说呢? Kongbanwa,我是战国导游岳翔兵长,欢迎来到岳翔的战国浅度旅行 上周我们聊了园艺经的两场大战,今天让我们一起见证园艺经人生最后的亮点 谭之谱河战,还有随之而来的英雄陨若巴 话说园艺经用闪电战术打赢巫岛之战后 他最后得跟擅长海战的平家在赖户内海一决胜负 为了对抗平家的战船,园艺经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拉拢伊宇水军跟熊野水军加盟 根据无期禁记载,园艺经率领840艘战船 对上了擅长海战的平家500艘战船 两军在谭之谱展开决战,史称为谭之谱核战 关于这场战争,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海潮战术传说 因为谭之谱附近的海潮在早上是由西向东流 过了中午之后,海潮会突然逆转,转向往西 传说平家的战船在上午趁着海潮进攻 本来就不擅长海战的元氏军队又碰上了逆潮只能专心防守 一直等到海潮转向之后,园艺经发动总攻击才赢得胜利 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科学,很有说服力 而且根据测试,当地的海潮真的一天会转向四次 但是为什么今年的大核聚 连舱店的13人不采用这个说法呢? NHK有个节目,风云历史大实验 曾经找了两艘船来做测试 制作单位在船头挂上网子 让两队划船并且比赛投篮 上半场毫无悬念,顺着海潮而下的平家代表队 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但是在下半场的比赛,即使潮水逆转了 平家代表队还是一样获得胜利 从实验的结果来看 无论是海潮顺流还是逆流 都是投篮准度比较高的那一队会获得胜利 其实啊,这就像是两个人在火车上面比赛投篮 只要火车顺顺的跑,没有急煞急停 火车的速度不会影响比赛的结果 那么话说回来,既然园艺经靠的不是海潮逆转 那他是靠什么方法打赢战争呢? 其实是靠园艺经不讲武德的战术 园艺经命令军队射杀平家战船上面的舵手 让平家的战船失去移动力 对现代人来说,兵不厌诈 可能无法理解,园艺经这么做有什么不对 但是在平安时代,武士是以骑术跟公术赢得功勋的人 战场上的战斗成员只有武士还有武士的随从 所以园艺经刻意射杀敌方水手的行为 讲得极端一点,就好像是现代战争攻击医护兵的行为 难怪园艺经的做法会被敌我双方看不起 在上个礼拜的连仓殿的13人 园艺经飞跳在战船之间英勇杀敌 虽然看起来很英勇 但是原本的典故,这是园艺经在逃跑 园艺经靠着射杀平家的水手逆转局势之后 平家的猛将平教精看不过去 决定要追杀园艺经 平教精是擅长强攻的猛将 他在巫岛之战曾经一箭射死园艺经的亲信 园艺经知道这个人不好惹 立刻使用飞跳之术连跳八艘船逃之夭夭 称为艺经八艘跳 眼见园艺经已经逃之夭夭了 平教精抓着两个关东武士跳水致敬 另一个平家的猛将 平之圣他在身上绑着船矛跳水致敬 眼见大势已去 平家的女眷不愿意受辱 他们抱着三神器投海致敬 平清圣的妻子二卫尼 安慰年幼的安德天皇说 深海之下亦有皇都 他就这样抱着小天皇投海致敬 虽然后来元氏的军队打捞回来两个神器 但是三神器的草剔舰从此不知去向 这件事情严重打乱了朝廷跟连昌幕府的政治布局 因为对于朝廷来说 拿回三神器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把平家赶尽杀绝 这不过是元氏精跟平家之间的丝绸 而且话说回来 少了草剔舰的候鸟与天皇 变成史上第一个没有三神器的天皇 这对天皇的威性还有正统性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另一方面对连昌幕府来说 三神器是幕府用来跟朝廷交涉的筹码 元氏精只顾打赢战争没有顾及其他层面 就好像是在玩游戏的时候只顾着打赢总大将 其他的重要任务都没有解 当然没办法开启真结局路线啊 对此毫无自觉的元氏精 还得意洋洋的带着平家的俘虏要到连昌去 结果元氏精竟然吃了一记闭门羹 他在腰月就被挡下来 不准进入连昌 为什么元奈朝会禁止元氏精进连昌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前面提到的 元氏精没有能够顺利回收三神器 第二个元氏精未经连昌幕府的许可 私自接受朝廷政官 其实当时有不少关东武士都这么做 但是其他关东武士被元奈朝痛骂之后 他们都乖乖向朝廷辞官 祈求元奈朝的原谅 只有元氏精完全不知道情况有多严重 他还为自己辩解 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信 史称为妖月状 他在里面提到 自己接受朝廷政官 只是要帮元氏这个大家族征光而已 不写信还没关系 这下反而弄巧成拙 这一封信不就表示元奈朝在生气些什么吗 事后元奈朝还加重处罚 没收了之前幕府赐予元奈金的领地 虽然无期境跟平家物语里面都有提到妖月状 表示真的有这封信存在 但是现在流传下来的内文则有争议 所以在大和聚 《连仓殿的十三人》里面 就穿着附会 改编成是平中圣帮忙代笔 话说回来 元奈朝跟元奈金兄弟真的就无法挽回了吗 其实并没有 还是有一点转还余地 隔年元奈朝制造了一个机会 想要让元奈金离开朝廷 元奈朝向朝廷申请 让元奈金担任一鱼手 原则上元奈金只要担任一鱼手 就不能兼任减飞为始 但是老狐狸厚白和法皇 看穿了元奈朝的企图 破例让元奈金可以兼任 借此来挑拨这对兄弟的感情 两个月后 元奈朝又派人再去试探元奈金 但是元奈金一开始装病不见面 见面之后 他又不肯接受幕府的命令 决定要包庇那个反抗幕府的属属原刑家 从这一刻开始 元奈朝跟元奈金兄弟正式决裂了 传说元奈朝还派出杀手要去暗杀元奈金 事后元奈金求见厚白和法皇 要求法皇下旨攻打元奈朝 前面的所有事情都可以说是元奈金对政治少一根筋 但是他向法皇申请攻打元奈朝 这就是公然跟连昌幕府宣战的 虽然元奈金顺利获得法皇的允许 但是在京畿附近的地方武士完全不鸟他 面对元奈朝的大军压境 元奈金完全没有反击的力量 元奈金看情况不对 想要搭船去九州重新号召人马 但是天降狂风竟然把元奈金的船给吹翻了 传说是平家的猛将平之圣 他在弹之谱合战跳水致敬之后 怨气不散的他化身为赖户内海的大海妖 掀起狂风巨浪向元奈金来索命 后白和法皇看情况不对 决定推翻之前的命令 这一次下令允许元奈朝攻打元奈金 孤立无援又变成朝敌的元奈金 只能跟心爱的境遇前say goodbye 一边躲避元奈朝的追兵 一边找机会逃回东北的平权 其中最有名的二创 就是歌舞纪十八番的劝劲仗 这个故事是说 元奈金一行人有辩庆带头 元奈金等人装作三幅修行者 他们以化缘重建东大寺为理由 想要申请通过北路的安宅关 为了要让卫兵相信他们真的是修行者 便庆拿出卷轴煞有其事地 念诵了捐款者的身份 还讲述了修行者的法术跟要诀 但是驻守在安宅关的副间左卫门 看穿了元奈金的伪装 这时候便庆突然集中身智 拿起手上的金刚杖 就往元奈金身上痛殴一顿 骂元奈金说 都是你这个家伙 因为你长得像元奈金 一路上给大家惹了不少麻烦 副间左卫门 原本只是静静地看他们演戏 结果越看越入戏 最后竟然被元奈金跟便庆这一对主虫给打动了 决定当作没这一回事放他们一马 便庆跟元奈金顺利经过安宅关之后 便庆跪了下来哭着向元奈金道歉 没想到那个副间又从后面赶上来了 原来是副间左卫门 佩服便庆既机制又忠心 带着美酒来慰问便庆 就在元奈金跟便庆逃难的时候 静狱前被抓到连仓 静狱前始终不肯透露元奈金的消息 无期禁记载 元奈金命令静狱前在神前献舞 静狱前落落大方底 在赫钢八番宫前面 吟唱了一首《思慕元奈金》的歌舞 这下引得元奈潮勃然大怒 元奈潮斥责静狱前 竟然敢在元氏守护神前面放肆 没想到元奈潮的妻子北条正子 这时候竟然出来帮静狱前说话 他拿自己 从前跟元奈潮私奔的事情当例子 称赞静狱前 他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猎女 事后北条正子跟他的女儿大鸡 送了很多财物给静狱前 另一方面 元奈金顺利抵达平权 受到了藤原秀恒的庇护 藤原秀恒被称为是北方的霸者 他统领陆澳地区的地方武士 靠着黄金跟骏马 跟朝廷保持良好的关系 就算元奈潮知道 元奈金就躲在平权 元奈潮也不愿意 轻易地跟藤原秀恒开战 但是藤原秀恒这时候年事已高 已经六十多岁了 在元奈金抵达平权的九个月后 藤原秀恒病逝了 藤原秀恒临终之前 要求两个儿子跟元奈金一起同心协力 让元奈金负责组掌军权 对抗元奈潮的连昌幕府 但是藤原秀恒的儿子 藤原太恒 最后还是抵不住 元奈潮跟朝廷的压力 派了五百计围攻元奈金 史称为伊川之战 在《易经记》里面记载 万念俱会的元奈金 在伊川馆里面专心念佛 便庆守在门外抵挡敌军 便庆的铠甲上面 插满了黑色、白色、黄色 各种颜色的剑鱼 就好像是荒野里面 被风吹起的芦花一样 最后便庆大吼一声 砍向敌人 随后把剃刀立在身前 立结而死 他威武的模样 就像是佛式前面的 护法人王雕像 所以仁称这是便庆的人王力 元奈金则含泪杀死自己的妻子 相遇前跟女儿 随后致敬而死 后来藤原太衡 把元奈金的首级浸泡在梅酒里面 送往连昌 要向元奈朝投尘 虽然吴七晋 易经记 都说元奈金致敬身亡 但是在东北地区 有很多人同情元奈金 发展出元奈金没有死 逃往北海道的传说 后来又发展出 元奈金渡海成为 成吉思汉的说法 其实这些说法 根本就没有任何根据 也没有多少人相信 但是19世纪的欧洲人 把这个传说带回了欧洲 当时一心想要 脱亚入欧的日本人 看到欧洲人都认同这个说法 就觉得这个说法 非常的有道理 到了大正时代 另外有一个叫做 小谷布全一郎的人 写了一本 成吉思汉是元奈金四野 当时的日本盛行军国主义 他们就拿了这个论点 来支持军国主义入侵猛满 虽然这个说法漏洞百出 当时就受到许多史学家的批评 现代也认为这个说法完全不可信 明明就是一个没有讨论价值的邪说 现在还能在网路上面流传 其实现在的科技实在太发达了 连中年大叔的兵长都能摇身一变 变成美少女 所以大家看到网路情报 真的不要胡伦吞吊 轻易就相信啊 那么共计三级的园艺经历史 就到此为止咯 也欢迎你使用超级感谢功能 赞助月祥兵长 让月祥兵长能够收集更多原文资料 为大家讲解历史咯 如果你还想知道 更多农场文不会写 中文维基百科也讲不清的战国知识 就请你订阅 并且支持月祥兵长的频道吧 月祥的战国浅度旅行 我们下次再见咯